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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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3年小米集团的全球总融收 达到了2710亿元 我们的利润达到了193亿元 比2022年增长了126% 我们的现金储备 达到历史最高13303亿元 在三年前 当我们宣布倒车的时候 有特别多的人非常的担心说 汽车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投资也非常的大 投资周期也非常的长 小米的财力能不能支持我们打赢 其实这一仗 大家可以看到 三年以来 我们小米的现金储备 增加了300亿 也就是说 今天的小米是更加的强大 小米一直坚持技术为本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我们坚持投资几重技术 去年我们的研发投入 达到190亿元 相比四年前 我们的研发投入 大约增长了2.5倍 并且在小米的员工组成里面 研发人员的占比已经超过了一半 可以说 小米是工程师实现梦想的乐园 我们也欢迎 更多的有志青年来加盟我们小米 也就是在本周一 我是要参加了高通在北京举行的 几三代骁龙8S旗舰平台的发布 这个处理器平台 是我们跟高通一起 历经两年的共同规划 共同建议 深度静置而推出的 新一代的AI旗舰处理器 这也是我们CV系列 这也是我们CV系列 几次搭载8系处理器 并且是全球首发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内部这一次 对CV系列有了一次敬畏的升级 内部把它叫小14 Pro 它的主要的目标 就是把原来我们的CV系列 从潮流的中端手机 跃升为潮流的旗舰手机 这样我们也完成了 小米品牌旗下的产品 全系 全旗舰的这样一个敬畏 这次CV系列 Pro 我们把它敬畏成Pro 主要有 我把它画了三个重点 第一是Pro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次我们CV系列 Pro 采用了跟小米式Pro 同样的全动身微曲瓶 并且采用了直边的 金属中框的设计 第二是Pro的影像 我们这一次把小米四次Altro 刚刚采用的ASP计算摄影平台 也平移到了CV4 Pro 并且也是CV系列 及此搭载了莱卡影像 第三我把它叫Pro的性能 除了搭载高通8系平台之外 这次我们整体的散热设计 也非常的激进 并且调教也非常的精细 可以说它是潮流手机里面 性能的千花板 那么具体的产品细节 一会儿会有胡锡心 来给大家多介绍 这次也是新星 第一次做CV产品的直播发布 当我们一个视频之后 新星上台的时候 请大家多给它鼓励 下面我们看一个外观视频 请大家多给它鼓励 大家下午好 我是欣欣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 跟大家见面交流 分享我们最新一代的 小米CV4 Pro 一款非常强大 全面Pro的一款产品 那首先呢 我们刚才看了一条视频 我们来看看它的Pro的设计 那我们首先啊 来看一些细节 我们先来看它的形态 刚刚卢总提到了啊 我们是橙子14Pro和14Ultra的 一个高端形态 全等深微举屏 这个屏幕的形态 真的是太完美了 它既有直屏的一个好体验 又有曲屏的一个大视野 其实啊 这个在CV系列上 关于做直屏呢 还是曲屏 一直大家这个分歧挺大的 可能是所有系列中 用户分歧最大的 其实本质上啊 我们发现 大家想要曲屏 是想要这个曲屏的好手感 和大视野 大家想要直屏呢 是想要打游戏的好体验 不误触 那这个全等深微曲的一个形态啊 就是完美的兼顾了 直屏和曲屏的优点 鱼和熊掌都可兼得 而且呢 它的整体的视觉观感 非常非常的惊艳 因为屏幕是微微悬浮起来的 所以呢 它的视觉冲击力特别的强 感觉非常的饱满 非常的隐润 那正面特别的惊艳了 我们再来看看背面 我们上一代啊 就采用了双生双色的一个设计 这个理念呢 大家觉得很喜欢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也延续了双生双色 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突破 比如说我们首次的挑战了 双重材质的一个拼接 那我们先看看下半部分啊 是采用的14Ultra最新的柯纳皮 它拥有像相机一般 真皮的这个细腻的一个触感 而且呢 它的这个耐磨能力啊 比普通的科技纳米皮提升了六倍 而且易清洁耐黄变 所以整体的这个效果呢 从这个质量啊 到触感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柯纳皮包裹的中间的 艺术画框的一个部分啊 采用了我们这个独创的 奇彩流光的一个工艺 它既有这个流动梦幻的一个色彩 又有着珍珠背母的 一般的一个光泽 那最初的灵感来源呢 就是将自然界中的流光溢彩 能够凝聚定格在手机上面 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感的一个纹理 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这个工艺非常的精细 非常的精密啊 有16道的一个工序 也是我们这个系列啊 历史上最高的一次 工艺的难度的挑战 我把它大概的分成了三组 让大家方便理解 首先呢 第一步啊 是用很多彩色的流沙 和这个珠光粉 进行反复的搅拌混合 制出多彩的模片 让它拥有这个流动的 一个流沙的 这个色彩 那第二步呢 是最为特别的 那是我们的设计师啊 其实都需要到工厂里 通过手工编制的一些方式 去进行挑选和重组 这样呢 能让每一片 有一定的一个随机感 同时啊 又在同一种艺术风格 和水准之上 那最后的一步呢 就是反复的叠层封存 让它拥有 非常这个饱满的一个呼吸感 那这样精细的一个 艺术的一个设计 有什么一个好处呢 除了说它非常的有美感之外 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 就是每一台 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是你们拿在手里的 每一台绿色手机啊 都是专属于自己的 独一无二的这个手机 这个名字呢 我们给它起的非常好听 叫做春眼绿 因为很多用户拿到手之后啊 还没有拿到手 看到图片之后就非常喜欢 就说非常有一种 这个春天的 莫奈花园一样的感觉 大家觉得这个颜色 好看吗 好的 谢谢大家 那除了这个 柯纳皮拼配的一个材质啊 其实很多用户 是很喜欢这个 纯的玻璃机身的 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 三个颜色 一个就是呼声特别高的 这个粉色啊 柔物粉 采用了这个AG的玻璃工艺 非常的通透 还有呢 这个非常清新的 一个威风蓝 也是非常清透 非常适合春夏的一个颜色 那还有一款 这个极简的星空黑 它非常的这个简约 非常的低调 那整体这套色彩呢 都是非常的柔和 非常的耐看的 那我们在机身的细节啊 也做了很多精致的设计 比如说 这个星空顶 这个也是橙子14Pro的 一个工艺啊 这样在灯光扫过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种 像星星一般 眨眼睛一样的感觉 那还有我们的 这个金属的一个相机环 那采用了比上一代 更加精密的 这个钻石刀的切割的工艺 就有一种非常璀璨 精致 光髓引动的一个感觉 那接下来就是 大家一直互生最高的 检验旗舰的真标准 金属中框 我们终于配备了 让它把这个 我们整机的每一处细节 做得极其的精致 极其的有这个 旗舰的质感 那除了说 要有旗舰的一个质感 我们这个系列呢 也要坚持自己的一大特色 就是始终追求 极致的手感 我们来先看看 它的重量和厚度 只有179.3克 其实大家可以去市面上看看啊 所有的手机 基本上你已经找不到 180克以下的手机了 应该已经几乎完全没有了 即便是很多在主要的 这个宣传轻薄的 这个潮流旗舰上面 也找不到这么轻薄的手机 都要比我们厚重很多 而且我们甚至做的 比上一代还要更薄 只有7.45毫米 非常非常的轻薄 拿在手里特别的轻松 而且为了有好手感呢 我们还做了这个前后的 一个双微弧的一个设计 因为前面呢 我们有全等身 这个是微弧的 微浮起来的 那我们下面呢 也做了对称的一个弧度 所以搭配我们 非常轻薄的这个机身啊 它整体就有一种 鹅卵石一般的 非常清润的 非常这个美好的一个手感 而且甚至最极致的是 我们连镜头 都可以为好手感服务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说的是这个黑色的部分 黑色的这个镜头环的边缘部分 大家可以去摸一下 自己手里的手机 几乎所有的这个手机镜头啊 因为都会稍微凸起来一些 它们的边缘呢 一般都是一个 很锐利的一个台子 摸起来会是各手的 但是我们的镜头边缘呢 也处理成了 这样非常圆滑的一个弧度 那我们也给它 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天鹅湖的微弧园台 因为它就好像是 这个湖水非常饱满 要满溢出来的一种 非常柔和美好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再看看 每一款拿在手里啊 有非常这个艺术感 非常高级的春夜绿 有这个非常清透的 非常耐看的柔物粉 还有威风蓝 拿在手里都是很百搭 很时尚也非常轻松 还有一款这个极简的 很低调的星空黑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带来的 全面Pro的一个设计 既有这个高端的 这个形态和材质 我们继承了满满的旗舰的一个质感 同时呢又坚持了我们的潮流设计 轻薄的手感 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屏幕 也是Pro的一个屏幕的一个素质 刚才提到啊 它是全等身微曲的一个形态 那我们的细节做得很精致 比如说这个用了旗舰同款的超窄边框 我们的这个边框窄到只有1.45毫米 是非常非常窄 所以这个让6.55英寸的整个屏幕呢 看起来的视觉感受会更好 我们的下巴呢进一步的收窄 从2.4毫米收窄到了2.02毫米 我们的额头呢也进一步的收窄 从2.2毫米甚至缩窄到了1.6毫米 所以整体的视觉观感非常的惊艳 然后我们的屏幕素质也升级到了1.5K 而且采用了这个14pro同款的这个C8的翻挂材质 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整体的屏幕的亮度呢 可以达到3000尼特 也是达到了旗舰的标准 大家可以直接拍这一眼啊 就是我们全面的这个屏幕的规格 都是对齐旗舰的 这个素质非常好 大家想要的一切都是有的 包括这个专业的原色屏啊 多屏的铜色呀 然后而且呢 这个因为大家现在就是看屏幕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的这个护眼也做得非常的顶 包括有这个高频的PWM调光 这个莱茵的三重护眼认证 节律护眼等等 这样即便大家长时间的打游戏呀 这个刷视频或者是夜里看手机 也能够更好地保护你的眼睛 那聊完了外观的设计啊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性能 这一次的性能呢 对于CV来说真的是一次褪变式的升级啊 之前我们在小米系列里呢 大家总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小米手机 好像性能就是在这个梯队里不算特别的好 那我们这一次第一次搭载了8系的平台 而且是全球首发第三代 小龙8S移动平台 终于满足了大家对性能的需求啊 那这款平台呢非常的优秀 它和第三代的八真三是一脉同源 性能三大件都完全一样 高通对它的定位啊就是双旗舰双王牌 而且呢作为一个我们和高通联合定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 它还有非常强的一个AI能力和AI特长 是一个AI的一个优等生 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高兴地请到了这个高通公司的全球副总裁 洪明娟侯总 那接下来呢也有请她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平台 有请侯总 谢谢 谢谢谢谢 大家好大家好 特别开心啊真的很开心心心好棒 我是高通公司洪明娟 特别开心能来到今天活动的现场 见证亲眼见证这个性能Pro 影像Pro 设计Pro的全新小米CV4 Pro的发布 今年呢正值龙年 其实龙年对肖龙来说很特别 不只是因为名字里带一个龙 就是在12年前的龙年 高通公司决定为Snapdragon平台起一个中文名字 骁龙就是为了我们中国市场的需要 而从那一刻起 骁龙作为顶级智能体验的核心 就收获了越来越多 像今天在做很多好朋友 在线上的很多好朋友的喜爱 而每一代骁龙旗舰移动平台的技术创新和突破呢 也都在推动智能手机体验的一步一步的升级 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和小米 和整个产业一直携手共进紧密合作 那高通和小米基于骁龙8系旗舰移动平台 打造了很多款创造历史的小米旗舰机 将诸多的创新特性呢 率先带到广大米粉的手上 也让骁龙富能的非凡体验 走进广大米粉的心中 全新推出的第三代骁龙8S移动平台 是骁龙为广大消费者承上的龙年特别献礼 它汇集了最广受消费者欢迎的 骁龙8系旗舰特性 并且将出色的移动体验和强大的AI特性及预深 支持中端侧的生成式AI 始终感知的ISP 超沉浸的移动游戏等等出色体验 正如此前卢总参加我们发布会时所说 骁龙8S继承了多项骁龙顶级旗舰 第三代骁龙8技术特性 与之形成了双旗舰双王牌的旗舰组合 很高兴小米CV4 Pro首发骁龙8S 为了支持更好的用户体验 我们双方团队深入合作 深入打磨 小米CV4 Pro充分利用了第三代骁龙8S的旗舰特性 与小米澎湃OS深度的融合 带来了很多智能便利的AI性能 以及旗舰级的高规格的影像的表现 必定会开启潮流旗舰新篇章 旗舰体验有龙则灵 我相信骁龙和小米携手带来的旗舰体验 能让更多的用户享受到灵动全能的智能生活 祝小米CV4 Pro大卖 谢谢大家 下面我把舞台交还给欣欣 好的 感谢侯总的一个精彩的介绍 我再给大家来具体看看我们产品的部分 那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巴针3S和第三代骁龙8是一代同源的 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些是一样的 首先呢 采用了相同的这个旗舰工艺制程 台积电4纳米 第二呢 采用了相同的这个CPU架构 X4超级核心 那第三呢 还有旗舰相同的这个存储的内存的规格 相同的高速存储读取 都是LPDDR5X和UFS4.0的 那来看看我们的性能到底说有多强 我们跟自己先比一下 我们同比上一代呢 这个CPU的性能提升了66% GPU的性能提升了96%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是 退遍式的一个升级啊 然后呢 我们再到这个 跟其他的友商去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就可以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全面的超越了 潮流机的这个Pro的一个版本 我们已经跃升到真的是一个旗舰这样的一个性能的标准 那刚才也反复的介绍了我们是一个AI的特长生 那我们作为一个深度定制联合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呢 我们的第三代的8S 骁龙8S和我们的澎湃OS 有一个非常深度的融合联合的一个调教 那在两者强强联手的一个加持下 我们的AI的整体的性能能力进化了300%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也觉得就是非常的惊人啊 就是一个这个三倍的整整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提升 那这样强大的一个AI能力 我们是怎么落地的呢 其实主要赋能了三个大的模块 首先AI的性能调度 第二是AI的大模型计算摄影 第三就是AIGC的全面落地 那我们展开看看 首先AI的智能调度 无论是这个应用的启动速度 安装速度 文件的处理速度 等等你日常使用的这个体验 都是更加的流畅 更加的丝滑 那再来看看计算摄影 因为计算摄影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那在这个AI的这个新 AI的异构集群的一个算法案 因为把那个芯片的这个底层 各个模块的这个能力都可以调度过来 再结合我们的这个小米AISP 大模型的一个计算平台 真的是给我们的计算摄影 插上了腾飞的一个翅膀 那这个举的例子呢 其实是人像的这个场景 因为人像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场景 你既要处理人 又要处理环境 而且我们对人像的标准又特别高 所以我们在人像这个场景 模型的参数量翻了两倍 然后我们的处理的数据量呢 翻了将近三倍 但即便是在这样巨大的一个计算量提升的情况下 我们的人像的拍摄处理速度 还提升了69%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影像体验的一个提升 那接着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AI聚息的所有的功能啊 我们也全部的给大家落地了 包括这个AI的写真啊 输入助手 AI的文声图啊等等 那之前呢 我在网上调研啊 发现大家觉得现在手机上的AI能力 最实用的啊 最常用的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AI的智能阔图啊 大家非常喜欢 那我们这次也带来了 效果非常好 而且我们在这个 这个友商其实都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啊 我们是同档唯一的 另外呢 就是AI消除 大家这个处理照片的时候 也是经常常用啊 很在意这个功能 我们的处理的效果呢 跟友商相比来说 要会更快 而且效果更好 我们放大看一看啊 这个最左边是圆图啊 然后第二章是我们处理的 这个基本上 你还是几乎看不到 这个处理的痕迹啊 非常的自然 那友商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 一个明显的一个算错的问题 那我们的AI能力呢 其实非常强大 赋能到了很多的模块 那我就不一一展开讲了 整体来说 很多场景呢 都可以做到自主的学习 体验可以做到先你一步 所以呢 你在日常的使用中 你会觉得手机更聪明了 更加的舒心了 那当然这个 关于说提到处理器 大家觉得最在意的啊 还是游戏 打游戏怎么样 那我们这次游戏的体验 也实现了跨越的提升 我们的芯片能力特别强了 我们的散热也要堆到顶 这是小米现在全系 最大的一个环形冷泵啊 这也是我们CV系列 第一次搭载了 这个环形冷泵的散热 它比普通的啊 它比普通的这个 VC的能力呢 比普通VC液冷的能力啊 其实散热提升了三倍 其实旗舰的产品上 也给大家做过多次的一个介绍 就是它是通过这个 企业式的一个分离的结构 能够大幅的去提升 它整体的一个散热的效率 那我们的这个 散热堆到顶了之后 我们来看游戏的实测表象 这是我们第一次跑圆神 给大家做展示 这个30分钟实测是几近满帧的 所以大家玩游戏不用担心 那我们再跟友商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知名模板游戏 我们直接来测 对比这个120帧极致帧率和极致画质的模式 其实友商有几款产品 都不支持这个模式 我们就选了两款支持的 来比一下 60分钟其实都是稳稳的 119.9帧平均帧率的一个输出 而且它的温度还不到40度 那我们的友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帧率都比我们低 而且温度高的都跑到了43.6度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更加重载一点的场景 就是一边打游戏 一边充电 一边语音通话 因为很多游戏的运户在团战的时候 可能涉及到这个场景 我们依然跑的是120帧的超高帧率 和极致的画质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帧率 还是非常稳 119.4帧 这个温度也只有44.1度 那友商的这个温度 其实已经跑到了47度 甚至47.5度 这有一种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烫了 所以我们的游戏表现 大家也完全可以放心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 为大家带来的 Pro的一个性能 全球首发第三代 骁龙8S移动平台 这个平台非常优秀 相信未来也会有很多的 友商来跟进 那接着呢 我们这个是基于小米澎湃OS的 一个深度的调教 全面的去释放了 它的AI能力 所以大家使用很舒心 调度很聪明 最后还有超大的一个 环形冷泵的一个散热 游戏体验 非常的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么 这个轻薄 非常漂亮 而且这个性能又特别顶的 一个产品 我们已经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一个手机了 但是好戏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我们的影像部分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啊 CV4 Pro 这个最超长版的一个部分啊 我要为大家重点的展开介绍 那其实呢 这个从CV系列 这个成立之初啊 其实我们就一直 非常非常的注重影像 也非常注重人像和自拍 我们的这个影像观呢 就是为年轻的用户 带来真实好看的 一个自我表达 我们过去做了三代 其实每一代呢 都在进步 而且因为这个 这个拍人美啊 这个也得到了很多的 用户的喜欢和追随 但是呢 我们在做第四代产品的时候 而且是一个Pro的产品的时候 我们就团队一直在思考 怎么能够说超出 大家的一个预期 我们有一个很 很疯狂的一个想法 就是是不是可以拥有莱卡 那当我们把这个想法 跟我们的相机的同事 研发的同事说了之后 大家都特别的兴奋 说这真的是一个 好疯狂的想法 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人 在这个轻薄的手机啊 轻薄潮流手机上 拥有如此专业的影像实力 如果我们做到了 我们就领先了 整整一个身位 但是大家很兴奋之后呢 又觉得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我们绝对不会放弃轻薄 莱卡也绝对不会放低标准 那想要在这么轻薄的手机上 做出得到莱卡 这个认可的高品质的光学镜头组 真的是太难了 工程实力 对技术的挑战都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这也意味着海量的研发投入 但是我们为什么坚持做呢 其实是因为很多用户激励到了我们 因为有特别多的用户啊 每天都在跟我们说 真的很想要莱卡 如果西里上了莱卡 必买 大家说今天年轻人对生活的记录 对于自己表达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了 只做好潮流的影像实力是不够的 大家值得拥有高品质的专业影像能力 和影像的体验 那所以我们讨论了之后呢 这个想到了一个可能的办法 就是说因为西里啊 是紧跟着这个Ultra之后发布 所以呢我们就两个项目并行 同时跑 然后第一时间呢 把14Ultra上最新最强的一些能力 直接赋能给到西里上面 所以啊这一次 我们不仅有莱卡的这个光学的旗舰影像系统 还有小米ISP最新最强的计算摄影能力 以及我们这个新层次的领先的一个审美 我们是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跳级生 那有了这么强大的能力之后啊 我们其实跟莱卡在这个联合研发 这个不停的调教测试的过程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为莱卡的标准实在是确实非常高 这个过程非常搓磨 然后我们也很大的有压力啊 就怕这个最后的这个通过标准会不会有问题 所以整个团队都特别努力 那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一次这个样片认证测试的时候 莱卡给到我们的一个评价啊 这个是莱卡的这个相机技术的一个负责人 他给我们的评价是说 作为小米和莱卡在这个档位合作的第一款产品 CV4 Pro有着出乎意料的经验表现 感谢双方软硬件团队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 其实我们也真的很兴奋 非常激动 就不敢相信莱卡给我们这么高的一个评价 他们用的真的是出乎意料 实属经验 那也非常感谢每一位同学啊 就希望大家能够给所有的相机研发产品测试的 所有的同学们能够再给他们一点掌声 在大家的一个努力下 我们CV4 Pro终于来了 那我给大家先看看我们的硬实力啊 就是莱卡光学的硬实力 首先我们有三颗专业的莱卡镜头 5000万的主摄 5000万的人像镜头 和1200万的超广角镜头 素质都是非常优秀的 给大家展开讲讲 首先Sumilux 这也是我们旗舰上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光学镜头组的一个标准了 我们也达到了 然后我们的主摄呢 光圈达到了1.63 是一个超大的一个进光量 那对于CV来说 当然也是史上最高的一次进光量 那这个进光量很高 我们的感光能力也要强 我们搭载了光影恋人800 这个专业的定制的一个传感器 它拥有着这个大底 大像素 包括光学防抖 而且呢有两项我觉得是特别强的 这个后面我们也有落地的场景 首先是它的这个高动态的 原生高动态的能力 我们同比上一代提升了整整六倍 所以即便是在逆光啊 大光比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它也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宽容度 那另外呢就是支持这个全像素的 这个全像相位对焦 所以它比较适合去抓取一些有瞬间感的样片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容易出片不容易糊片 那我们第二颗镜头呢 是一个5000万的这个莱卡专业人像镜头啊 因为我们的用户也是非常喜欢拍人 我们就专门做了一颗镜头 它既有5000万的超高像素 又有1.98的超大光圈 所以整个的整体的素质啊 应该也是目前市面上 这个最高素质的人像镜头之一了 那接着我们还有1200万的这个莱卡的超广角 它有着120度的一个超大视野 光圈也达到了2.2 所以它的出片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后置的一个硬件 我们来再看看软实力 因为今天的这个计算摄影也是非常重要的 要在我们这个很好的光学素质的基础上再进一步 那我们就搭载了这个小米最新的影响大脑3.0啊 小米AISP 每一个模块呢都升级了这个大模型的一个能力 全面赋能到了每一个模块 那比如说这个也是旗舰上完全相同的 这个融合光学的大模型 可以颠覆传统的HDR的一个方式 它整体的这个动态范围呢达到了16档 因为我们原生超动态啊 这个硬件的素质本来就很好了 再叠加上我们这个 这个融合光学大模型的能力之后 它整体就是非常非常的强 那第二呢就是 这个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影调大模型啊和色彩大模型 比如说它们同时的一个加持下 可以更好的去还原 还原人眼感知的光影和色彩 因为它们可以这个基于荣誉的数据 精准的处理到每个像素点 那接下来呢 我用几张的照片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首先啊可以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整体的影调非常的立体 主体非常的突出 而且亮调呢和暗调的细节都非常的丰富 那亮调的部分呢是天空 你会看见它是非常非常轻的蓝色 没有一个过度的宝盒 飘着很薄的白云 然后暗部呢下来的这个下半部分 其实光影打下来比较暗的部分 但是它的细节也非常的饱满 你可以看到这个牛仔的硬质的面料的一个质感 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个狗狗的毛发 这个黑色的部分是很清晰的 但是又有一种融融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光学的味道 那整体的这个整体的画面的色彩 你会觉得非常的真实 就像你平时看到的一个天空 没有任何的偏色和过度的一个处理 那再看人物主体的细节呢 这个男孩子的头发 有一种刚洗过的蓬松感 你甚至都能够看出来 然后这个狗狗的鼻头是湿润的 然后它的嘴巴是湿润的 你能够看出来它很健康 那整体的画面就是非常舒服 很立体 这个色彩也很自然 每一处都很有细节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暗一点的 在暗处拍摄的一个照片 这张其实就是我们的同事 就在园区旁边拍摄的 这一个瞬间呢 是当时他走到这个墙下面 其实很暗 但是阳光呢 打到了对面楼的窗户上 这个玻璃再反射回来 像一束聚光灯一样的阳光 就打到了他的身上 所以看到高光的部分啊 是这个阳光打下来 有一种慢反射 非常的柔和的暖洋洋的感觉 勾勒出了人物主体的一个边缘 然后呢 暗部的部分呢 是这个砖墙 旁边还是很暗的 但是你能够看到这个砖墙 很粗颗粒的 这样的一个坚硬的一个质感 所以整体融合在一起啊 就非常的有故事 非常的生动 除了立体感的影调呢 我们再来看看临场感的色彩 其实这张照片的色彩 不复杂 很简单 但是它有两种 完全不一样的蓝 它后面的墙壁 是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的 就是很时髦的 克莱因蓝 它很亮 很吸睛 这个女孩身上穿的呢 是牛仔蓝 能看出来两种感觉 完全不一样 这个牛仔蓝 有它应有的 这个牛仔布的 一个硬质的一个感觉 每一处的细节呢 都非常的硬挺 非常的饱满 那除了蓝色呢 另外一个颜色 是阳光赋予的 是阳光从一侧打下来 打在它的头发上 这种金灿灿的阳光 金灿灿的黄色 让它整个立棕色的头发 也有了饱满的一个层次感 这一个非常颜色 其实很简单的照片 但是你能看出 很饱满 很真实 很动人 这就是临场感的 一个色彩的表达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 CV4 Pro为大家带来的 原汁原味的 莱卡影像 当然啊 就是大家对莱卡 有很多期待 这次我们也全都配备了 这个莱卡的 原生的双画质 莱卡的六款滤镜 包括大师的镜头包 满足大家对莱卡的 一切体验的一个期待 那这一次呢 除了说我们整体 继承了高端的 这个影像实力 我们也有自己重点 要去突破的领域 那就是人像 那人像呢 我们先来看看说 这个焦段上的表达 我们后置啊 有四个焦段 可以实现拍人 不同场景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这个 0.6X的一个超大的广角 刚才提到了 它的素质也非常高 可以去拍一个超大的视野啊 或者有一些创意透视的表达 那这个主摄呢 很好的可以去呈现你的生活 你的朋友们 适合拍摄全身 或者多人的人像 那这个2X的镜头啊 就是我们专业的一个 人像镜头呢 比较适合去突出人物的主体 拍出主角感 能够去让你成为生活的主角 最后我们在这个镜头上 其实还支持4X的 这个光学品质的变焦 比较适合大家去拍摄一些 这个远距离的人像 就是比如说你站在马路的 这个对面啊 或者是隔着人群 去拍到你想要拍的人 那就比较适合用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 在楼下大概两层楼 去拍到了楼上的一个阳台 这个女孩的一个样片 那我们前置呢 也有四个焦段 那大家如果打开自己的手机啊 因为一般的手机 绝大多数版都是单颗摄像头 所以你如果自拍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你是没有办法 给它拉大和缩小的 可以试一下 然后因为我们的前置 有两颗摄像头啊 后面会展开大家讲 所以我们也可以拍四个焦段 你可以用这个超广角的镜头啊 特别适合去拍Vlog 可以衬托你的小头小脸 整体的这个画幅的信息 非常的大 非常的饱满 然后呢 这颗镜头呢 你也可以去给它拍 比如说0.8X是足够的合影了 两个人三个人都没有什么问题 合影聚餐的时候特别合适 还有这个1X是我们主攻 这个防积变的一个 78度的一个视角啊 这个积变是非常小的 要比这个普通的90度镜头小很多 所以它会非常自然的 能够拍出一种化妆镜里最美的你 最后呢 这个镜头你也可以支持2X 就是近距离的一个拍摄 自己的眼妆啊 唇妆啊 甚至拍摄你一些小视频 都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去对焦 所以呢 整个人像拍摄的一个焦段 是非常丰富啊 每个场景都可以 给大家做到很好的一个表达 再来看看我们的效果 我们承接了14Ultra 最新的大师人像 这个大家应该是非常期待啊 上了Ultra之后呢 呼声也特别的高 那什么是大师人像呢 就是人物和景色都要有恰到好处的表达 而且自然的过渡 要有电影级的层次 那大家来看这张照片啊 这个女孩 她的人物的主体是非常清晰的 然后阳光打在她的面部 很立体 那我们再来看看颜色 她身上的这个奶黄色淡蓝色的衣服 然后黑色的亮面的车漆 然后还有后面翠绿的一个树林 每一处的颜色都非常的舒服 那她在这个越野车上 探出来去感受自然的一颗 非常的生动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层次感 就是从画面外面往里面看 可以看到这个车 是从石逐渐到虚 慢慢地融入到了背后的树林的光影之中 整个的树林的光影呢 这个阳光扫过啊 它是奶化的逐渐地蔓延开来 拥有这个像光学的 这个专业镜头一般的 这样的光斑的梦幻的一个效果 所以整个的画面非常的立体 非常的有层次 这就是我们的大师人像 人不压井 井不抢人 人井相成电影级的层次 是不是还很漂亮 这张亮片真的是 我们应该预热的时候没有放啊 但是我们所有人看过的时候 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当然了在面部的表达 其实我们做的会比Ultra更进一步啊 因为我们的用户 我刚才也反复提到了 就是大家对自己的面部细节 会更加地在意 也更加地追求美感 所以我们呢 也把我们之前在前置一些 大家就是特别备受好评的 这个像素级的肌肤唤新技术 全面地落地到了 我们的后置的相机上 所以这样大家去后置拍人像的时候 面部的处理也是非常细腻的 有非常这个清晰啊 有好状态的一个肌肤的一个质感 那我们再来看几张 这个不同的样片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张照片我也非常的喜欢 她是这个一个很特写的人像 先看人物的主体 这个肌肤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真实 睫毛是根根分明的 然后看整张画面的色彩呢 这个女孩春天穿了一个 亮蓝色的毛衣 非常时髦 然后这个后面的树影 是有一点暗的绿色 因为光影打下来 其实后面是处在阴影的部分 非常的舒服 但是前面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一些嫩绿色的嫩牙冒出来 远处就是新开的樱花 就出现了这种像光学镜头 一般奶化的这样的一个光斑的一个效果 所以整体的画面 从前往后看 也是非常的具有饱满的一个层次感 那再来看这张照片 这个女孩呢 她是包了一个七彩的一个气球 我觉得特别能够 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 每一个颜色都非常的准确 非常的生动 也没有过度的处理 让你觉得很舒服 也很自然 能够感受到这种很鲜活的一个生命力 那这个后面的景色呢 这个小白花也是逐渐地 游远及近地 这个渐渐地远去 有一种层层叠叠的 这样光学般的一个虚化的一个感受 充满了光学的味道 那这张照片呢 是一个男孩在巴黎的街头拍下的 那这张照片可以看到人物 其实这一天可以看到应该是有点阴的天啊 光比不是特别大 但是人物也很立体 包括这个背后的这个影子 大家可以看到光打下来 是非常的 这个有高光和阴影的一个细节 包括它的面部也是非常的立体 非常的硬朗 那红色呢 很难处理的颜色 但是看起来非常舒服 那我们的镜头啊 就非常忠实地还原了 这个很正很正的一个红色 然后这张照片 我觉得还好在哪里 就是它的这个反差感 其实是一个新式的 很这个时髦的红色的小店 它的玻璃里倒映的是街对面 这样很古老的一个建筑 有很好的反差感 但是融合在一起呢 也非常的舒服 那处理的最好的 其实在中间的这个 大家看到照片的左侧的 这个高光部分 这个高光处理的表现非常好 完全没有过曝 而且里面倒映的这个树的影子 也是非常的清晰 逐渐地奶化开来 所以我们整个照片啊 就是非常的通透 有一种像水洗过一般的 很通透 很透亮的一个感觉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张 逆光的照片 这是一个应该是 夕阳西下的一个场景啊 这个女孩呢 这个面部的光 其实不是很强 但是它的面部也很清晰 整个肤色呢 呈现出一种 很健康的小麦色 不是特别白 但是很自然 很真实 让人觉得很舒服 很有美感 然后背后的这个 阳光和水面啊 波光淋漓 逐渐散开去 也是充满了这个 光学一般的 虚化的一个效果 那拍人 其实我们已经拍得特别好了 人像模式啊 主要就是拍人 不过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尝试 因为我们发现 今天的年轻人呢 很喜欢用人像模式 去拍一些 镜物或者景物 我觉得这组照片 大家觉得好看吗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 我觉得它让景物 也有了生命力一般的一个感觉 你会看到一朵花 昂扬生长的一个 这样的生命力 可以看到说 饱满的色彩 给你的生活 注入了很多的活力 可以看到一杯果汁 你看着就会觉得很有食欲 很有动人的一个生活的感受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 为大家带来的整体的 这个影像的部分 包括人像的部分 其实大家可以在生活中的 每一处场景 无论是拍人 还是拍景物 还是拍一些小玩意儿 都可以得到满满的 这样的闪光的一个 生活记录的一个高品质的时刻 那我们重点突破人像 其实我们也要出去比一比 那作为一个拥有着高端影像的 这个旗舰实力的产品 我们不能跟一般的潮流手机比 所以我们就给自己 定了一个小目标 比较有挑战 就是越级挑战友商差100 越级挑战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友商的照片 这是一张其实挺讨喜的照片 我乍一看觉得还是很不错 它这颜色就是 感觉是很讨喜 就很讨人喜欢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的照片 我觉得看完了我的照片 我是觉得高下立线 非常有信心 就是我要给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就是光影的处理 其实一个镜头 你想要说 就是我们的照片里 其实你可以看到 阳光是左侧打下来的 当光是有方向的时候 你的左右的楼梯 其实不可能是完全一个颜色的 这就是我们对真实的一个追求 那我们这个左侧楼梯 可以看到是暗的 是一个暗橙色的一个表现 光影是很立体的 可以放大看看细节之后 从画面外到里面的一个过渡 我们也表现得更加自然 是从一个很暗的橙色 逐渐地过渡到了一个 有一些高光的亮黄色 但是因为友商它整体的提亮 会很大 程度特别大 所以它几乎你看不出来 一个明显的过渡 就是一马的一个亮黄色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另外的色彩的表现 就是这个墙 其实本身是灰色的 但是因为友商 对整体的画面呢 提亮比较多了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 很白亮的颜色 完全没有了 它原本需要有的 一个水泥的一个质感 那就是这些呢 就是我们跟友商在审美 选择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吧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不同 那我们再来看看 以人物为主体的一个照片 其实这张照片可以看到 就是友商的 对人像的这个背景的虚化 是非常强的 那我们也会突出主体 但是我们的虚化呢 不会就是把人物和背景 做得那么的割裂 我们还是会保留 很多的环境的一个信息 那我们再放大看看人物啊 可以看到说 我们对于人物的面部处理 不会过分的白 友商整体会比我们白亮很多 然后美颜呢也会重一些 所以在男生上可以看到 明显说 这个男生会很白嫩 可能不是他原本的 这个很硬朗的一个感觉 但是在我们的照片里呢 其实五官是非常的硬朗 非常的深邃 皮肤的质感呢 也会更加的健康一些 那包括他背后的一个墙壁啊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还是保留了 很多墙壁的细节 而且是逐渐的虚化开来的 那友商呢会整体比较均衡的 做一个统一的一个虚化的程度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片啊 因为它是一个连贯的花墙 所以呢 这个大家感觉可能会更加的直观 我们看看花墙的这个部分啊 就是我们的花 其实可以看到每一朵啊 从前往后 每一朵的虚化都不完全一样 真的是一个很细腻的 渐进式的过渡 你能感觉到这个镜头 是知道每个花的位置在哪里的 但是友商呢 除了前面一点点啊 这个因为和人物比较近 还能看到一些石 后面的部分基本上都是 很统一一个程度的 这样一个虚化处理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张 这一张也很明显 就是说 因为友商整体体量会比较多 所以它的衣服的颜色 已经是不对了 所以就非常泛白 其实它穿的这个紫蓝色的衣服呢 已经会很发挥了 显得衣服的质感很差 然后人物呢 和环境的这个割裂感会很严重 就完全看不见任何的一个背景 就是会有比较强的一个抠图感 那我们放大看面部的细节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呢 其实这个女孩的这个三角的高光 包括这个下颌线的阴影 都会更加的立体 更加的明显 那友商对于整个 他处理的很白嫩了之后 整个的立体感会有很大的一个损失啊 这几点呢 主要就是我们在 我们和友商在这个人像的表达上啊 一些审美的差异 这是我们这个对审美的一个 比较不同的一个追求 那接着啊 就是大家也经常用视频的一个创作 所以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其实我们的视频能力 也是对标旗舰的 我们也支持这种高品质的 超新的视频录制 包括大家很这个喜欢的 像专业的模式 电影模式啊 连续变焦等等 高阶的功能 我们也全都配备上了 而且还有这个 十四Ultra同款的大式开拍 那让大家拍视频的时候呢 也能够有饱满的一个层次感 那很适合去拍摄这种 有一定的创作能力啊 就是创作这种 小电影能力的小博主们 都能有更高品质的一个记录 那聊到前置了 聊到前置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 我们其实也是最顶的 我们的后置是最顶的 前置也是不能落下 那我们两颗 三千两百万的一个 超高素质的一个镜头 这个刚才也提到了啊 就是我们有一颗超广的镜头 还有一颗这个特别适合自拍 拍这个单人人像的 防激变的一个镜头 素质都特别高 而且呢 我们是一个仿生双目 居中的这样一个 立体的视觉系统 它可以说两颗镜头 同时工作 能够识别每一层的环境信息 另外啊 我们的前置呢 也升级了人像大模型的能力 那前置的硬件 特别的顶 能够识别饱满的环境信息 又升级了大模型的能力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要前置 也为大家带来大视人像 对我们前后置啊 现在就是双大视人像 现在也是属于在小米线 我们算是独一份了啊 然后这颗两颗镜头呢 能够同时工作啊 就可以带来非常细腻的 光学一般的细腻的层次感 比如说这张照片 也就是我们前置大视人像拍摄的 完全也不输后置的一个表现 而且人物面部的这个细节处理 也是非常不错 那看这张照片 这个包括高光部分的一些处理 也是非常的透亮 那有更多丰富的这个花的层次 可以看到 包括对这个花的色彩的表达 然后远近不同花的一个层次感 包括面部的肌肤和头发丝的处理 效果也都是特别的好 那在这个整个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这款手机已经 种草给了 基本上每一个我们拍摄的模特 都说我们什么时候上市 要赶着来买我们的手机 然后我们在前置 因为大家很在意 也一直都是我们的优势场景 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后面有一些可能要大家上手之后 再去发掘一下 比如说这个AI的智能美颜 那我们做到了这个更加精细的 融入了AI能力之后 更加精细的一个肤质的处理 那从五官到妆容 我们支持17个维度的一个美化 所以这个无论是在这个皮肤的细节 立体的结构 肤质 包括身体的一些局部 我们都可以做到很精细的一个处理 但是我们这么聪明的东西 我们肯定不能让大家手动的去选择 就是我们的17个这样的维度 只要打开这个智能美颜 它是可以一键的全部匹配的 除非说你有一些特别很特别的需求 你可以再去单独的调小项 而且我们的这个智能美颜 它可以识别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性别 包括场景 那给到千人千面的 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美颜的效果 那这个智能美颜 我们也支持多人和拍 比如说你男女朋友同时拍摄的时候 肯定是女生和男生的需求 不会完全一样 你和爸爸妈妈一起拍摄的时候 肯定也是不同年龄的人 这个对美颜的需求 会有一定的差别 还有包括这个跟小宝宝合拍 肯定是希望宝宝要特别真实可爱 然后妈妈这个虽然是素颜 但是状态也要好一些 那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支持多人的同时美颜 让大家时刻呢 都能拍出属于自己的一个最好的状态 那我们前置的Vlog的体验 也非常重要啊 刚才提到我们有一颗100度的超光 超大的广角 就是横着拍 画面信息非常大 你要竖着拍 其实你拍三四个人同时跳舞之类的 也完全没有问题啊 拍视频也非常好 而且呢 我们的这个Vlog体验做得非常好 就是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是支持这个原生肌肤的质感之初 因为你拍照片啊 拍多了 你还可以说主张的去修 然后如果是这个视频 你要是去修起来 肯定是更困难 那有了我们的这个相机呢 就时时这个视频都是直出的一个 这个肌肤质感 然后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有很多的体贴的功能 特别适合一些小博主 比如说这个自带提词器 那大家出去的时候也不用背词了 或者说不用因为忘词 要反复的重来啊 所以一次就可以成片 然后还有一个很新的 我觉得特别棒的功能 是这个智能的进物对焦 特别适合去拍一些开箱视频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刷社交平台的时候 我没有注意到 就是你看小博主的视频的时候 你会觉得 他都要用手挡一下 他手里的要分享的东西 这个就是为了对焦 怕对焦错 那我们的这个 因为是很智能的一个进物对焦呢 所以我们再看一遍啊 就是你把你的产品啊 拉到镜头前面的时候 他很聪明的就知道 你要对焦到这个产品上面 然后你拉回来的时候 他又知道要对焦到你的脸上面 所以就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方便 推荐大家去拍摄一些 这样的开箱好物的分享 那这个我们在前期 这个上市之前 也跟很多用户做了交流 他们觉得我们的前置 已经做得越来越顶了 很认可我们 觉得我们是前置最好的一个手机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影像的全部部分啊 大家可以拍照啊 谢谢谢谢 因为内容特别多 所以我也给大家简单的总结几句 首先呢 我们是有这个纯雪的莱卡光学 顶级的苏米拉克斯系统 那第二呢 我们有原汁原味的莱卡影像 有着立体感的影调和临场感的色彩 那第三呢 我们前置后置都有大师人像 人像有质感 电影级层次 最后我们还有前置后置都非常好的Vlog的体验 那是一个非常高品质 也很专业的一个影像的体验 那最后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体验部分 我们也有几个小追求 我们要做史上续航最好的小米CV手机 那电池呢 我们升级到了4700毫安时 最厉害的其实是我们的续航 突破到了1.4天啊 就熟悉这个数码产品的用户应该知道 这个数值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续航的一个数值啊 我们主要是因为做了几点 首先我们的芯片能效特别好 空耗特别低 然后第二呢 是我们的散热特别顶 我刚才提到了 我们是小米现在最大的一个环境冷爆 第三我们有AI的智能调度很聪明 所以它会更省电 最后呢 我们还有这个全面的更好的一个电池管理 所以我们的续航也是这个我们轻薄系列的一个全新突破啊 就是 我看忘了 1.4天的一个超长的一个续航 那同时大家现在就是希望这个手机能够用的更长一些 特别在意电池的健康 我们的电池的这个耐用度呢 也比上一代有一个翻倍的一个提升啊 就是我们达到了1600次的循环 仍然有80%以上的一个保持率 那也是达到了整个国际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 那第二呢 我们要做史上信号最好的小米CV手机 我们也搭载了14Ultra同款的自研的澎湃T1的信号增强芯片 在各个场景的信号下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但是我们也为我们的用户做了特别的几个场景的优化啊 比如说大家特别在意的其实打游戏嘛 就打游戏横卧的时候觉得信号不好 那我们重新调整了整个的这个天线的布局 让你在打游戏的这个横卧的时候 网络的信号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然后第二我们的用户特别喜欢什么呢 就是出去参加活动 比如说音乐节呀 然后去电影院呢 去演唱会呀 那这些场景都人特别多 所以信号不好一般都是因为人群比较拥塞嘛 然后所以呢我们也专门在这个场景啊 做了一个信号的增强技术 那他在这个时候一般喜欢干嘛 一般喜欢开直播和这个发短视频 那我们的直播的卡顿里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降低 所以大家直播的时候不容易卡 而且呢这个社交平台上传高清视频的一个速率 有了41%的一个很高的提升 那可以让大家第一时间把自己的精彩生活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那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很多人说就是就差这一个短板了 如果你们补上我一定会买的 就是立体声双扬声器 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 我们这次是全面的没有短板 那在这里呢 其实我还想小小的解释一下 因为前几代大家都在喊 为什么不上立体声双扬声器 这个真的不是说成本的问题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前置比别人多放了一颗镜头 大家要知道手机这么精密的一个产品 我们有这么轻薄的手机 其实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硬件工程师确实花了很大的代价 很大的努力啊 才能够让大家同时的拥有立体双扬 和这个前置的双摄 所以我们前后只有五颗这个镜头啊 所以我们这次真的是做到了全面无短板的一个提案 这个是最后的一个我们全面的一个产品部分 大家可以先拍个照啊 我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因为内容特别多 然后这一次呢 我们整体的CV4 Pro 它其实我觉得一句话总结的话 它就是一个全面Pro的一个产品 每一块都是很Pro 看这张啊 就是首先Pro的设计 我们从形态啊 全等身微取平 到材质啊 14 Ultra同款的柯纳皮 到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工艺设计 包括我们的金属边框 都是非常领先的 然后我们的Pro的性能也是全球首发 并且会引领行业去跟随我们使用这款芯片啊 我们也做了深度的定制 啊 这个游戏的体验特别好 那我们的影像是我们的超长版啊 这个有五颗镜头 后置这个全套的一个莱卡光学 我们前置也是最强的 那最后就是Pro的一个体验 无论是屏幕啊 还有这个信号 还是说整体的一个续航等等 我们都是全面的按照旗舰的标准在做 那我们跟有商的这个Pro的这个大杯的产品做一个比较 这都是有商目前最新一代的大杯的产品 我们来看看啊 其实就是 其实我们还是全面领先 就以前我们可能是比别人好一点啊 或者我们做的比它更便宜一点 这次真的是全面领先 我们先看芯片啊 全球首发的第三代的骁龙8s 有商都在用的是什么 是一年前的芯片 甚至是两年前的芯片 所以整体的技术和性能实力是差很多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影像部分 这个如果先不看参数 我们也是唯一的说拥有和相机联合研发啊 这样的一个专业影像实力就已经非常领先了 那再看我们的参数 也比他们都强 再看我们的前置 更比他们都强 然后最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形态的 涉及我们这个全等身 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形态 有商都在采用比较 这个普通比较过时的这个双曲的形态 我们还是最轻的 最薄的 唯一的金属中框 这就是我们 确实是全面领先的一个产品啊 这个有商的大杯产品 他们的价格都是 他们我们 因为我们也是12加256的 这个起步啊 我们就多来看一下 他们的价格大概在3200到3500起步 就我们这次定价的时候呢 就是其实挺有压力的 因为我们预热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产品特别特别强 特别特别好 这次真的是都做到了 但是希望我们能不能不要做得太贵 这个就是核心是因为其实我们并没有说比以前变得贵啊 是因为我们之前做的都是标准版 那我们这次做的是pro版 它是pro版的实力 也是pro版的成本 所以我们的成本压力真的是特别特别巨大 那这个我们其实最后定价之后还是觉得是一个非常的物超所值的一个价格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 我们的12加256G的版本呢 最终的定价是2999 还可以哈 就是也是真的是咬牙定了一个价格啊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做pro的版本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呢 能够体验到我们这一款非常优秀的一个产品啊 我们还有另外两个版本 就是12加512和16加512的版本 分别是3299和3599 发布会之后呢 就会即刻开始预售 3月26号的上午10点会正式开售 那预售期间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买赠的一些福利啊 大家可以去平台上了解一下 然后因为我们这次的产品做的就是太强了 然后以及影像的部分呢 都是承接了14Ultra 然后也导致就是有很多14系列的用户有点嫉妒了 觉得有点这个有点不开心 所以有相机部的同事们呢 也请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 就是我们14系列啊 包括13Ultra后面 我们会陆续升级 大师人像和小米ASP 这个14系列呢 从4月份开始会逐步的去推送大师人像 这个6月前呢 就会全量的推送小米ASP 然后